老公、花蓮、發電廠 因為實在是復活書 加上因為又有花蓮電廠的長輩們在這裡 所以呢 他們決定要給長輩們一點更好的印象 所以他們等下正在準備下一次再來測試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這個 這個 最後一隊 公 公 你的電源線在哪裡呢? 你也要讓他出來,好嗎? 對,電源線把它拉出來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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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,電源線 你說它還可以長輩子 對,這種可以長輩子 對,這種可以長輩子 對,那個 那個月天好 不要對,想要對月天好 這樣會這樣 好,請問一下那個 公東你們 那水位要再調整嗎?還是等一下再調?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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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好 好 謝謝 好,可以了嗎? 那所以現在要調水位是嗎? 好,同學你趕起來,對,你快起來 那要調水位是不是?水位要加高嗎? 好,水位加一點點就好,這樣一點點就好 水位加一點點就好,這樣可以嗎? 可以嗎? 這樣可以嗎? 可以嗎?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,再加一點點 水位再加一點點,這樣可以嗎? 這樣可以嗎? 可以嗎?可以齁? 好,我們先來 加多少看電壓 好了,我們先來看,我們先來看電壓 目前我們看到沒有加貨展的時候,電壓是107 107,沒有加貨展的時候 好,我們來看看加貨展之後 加貨展之後 加貨展之後 加貨展之後呢,電壓是3.5 因為它在跳動,3.5 電壓3.5,電壓3.5,電流是1.0好了 1.0,我也很高興耶 1.0,好,1.0,好,1.0,好 好 同學有沒有要來說明一下你們在這個出塞之後 你們要做了什麼調整 來 我們從出塞到現在 我們為了要 配合這個水道 我們就多加了這個 這塊板子 來 跟這個可以卡住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它的尺寸再縮小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臥室的 把它躺下來的 這樣可以符合那個尺寸 那我現在先介紹一下我們發電機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 它大部分的零件都是有回收再另外的東西 包括這個木頭 還有裡面的腳踏車輪框 都是回收的 這樣很環保 那再來我們的傳導方式 它是直接傳導 就是說腳踏車輪胎 跟發電機 它直接控訴 我們不使用電條或皮帶 這樣可以減少它損耗或脫落的機率 再來 它的結構很簡單 就是外面的骨架 跟裡面的水輪機這樣 好 這樣優點就是 跑裝色 而且 如果有東西卡進去的話 也很容易就看得出來 再來 效能善用 如果水流夠大 甚至可以再加裝更多的發電機上去 像我們現在就是裝了兩個 兩顆上去 來善用它的效能 那最後一個 變換自如 就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它有兩種形態 一種是現在的直立室 一種是躺下來的臥室 這樣可以因應不同的水道環境去做更改 好 好 我還有補充就是 現在看不到 但是等一下臥室也可以看到 就是 底下還會有兩個螺絲釘 就是可以根據水道的長寬去做微調 然後我們的葉片也很特別 我們不是用一般的直立室 也是用L型 一方面是可以增加它飲水面的沖力 然後同時減少背水面的阻力 然後現在我們要換成臥室給我們一點時間來準備 好 好 我們現在呢 這個 通通的我們先拿掉它的那個 電線這些部分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們現在呢 這個宛如這個 百變金剛一樣 現在要轉換成臥室 我們來給它一點時間 小人鐵勒 就可以聽到 這裡一廊水混在他